然后第五 神其他的名字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旧约中提到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以乐等等 这些也是神启示自己的名字 还是人在经历中对神的认识 我们看来是 好像人对神的经历 但是仔细看的话 都是神的启示 我们可以找那些背景 一一一我们就不找了 不查 有的时候好像是 这个人称耶和华为什么 称那个地方为什么 耶和华以乐必有欲备 都是启示性的 耶和华以乐 圣经里面记录下来的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是一致 复合的名词 复合的名词 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时候 就直接圣经里面记录的名字 当时的人可能是在 在上帝跟他经验当中 他体会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圣经的作者 末世圣经的时候 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 我们就不能说这是他随意 起的名字 如果是随意起的名字 圣灵在记录圣经的时候 应该对这种邪恶的亵渡 应该做评价 那但是你又不能说 圣经里面原初 他们给上帝赋予这样的名字 那我为什么不能 圣经里面的人物 他们有承担领受传递神启示的责任 我们跟使徒能一样吗 我们跟亚伯拉罕能一样 某种层面 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 都是蒙恩的对象 但是另一方面 亚伯拉罕是立约的这种 承受约的那种存在 第一个上帝与他立约 把约赐给他 但是我们不是那个层面 我们是在约里面 承受约的那个对象 是吧 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亚伯拉罕那一个后裔 万民必得福 我们是万民里面的一个小子 直接承受上帝圣旨的约的那位 是亚伯拉罕立约的代表 我们不是 所以承受神话语的圣灵 像大卫做诗篇的时候 他当时可能乌拉罕拉就祷告 唱诗 忏悔 可能个人的这个灵修 但是圣灵却在里面做工 末世把他记录在圣灵 他就成为神的话 神对他教会的话 记录的文字内容 当时大卫的祷告的内容 但是圣灵记录下来 他就成为 借着大卫这个人的祷告 却里面包含着神末世的真理 成为对我们的神的话 欲丸人心里说没有神 欲丸人自己的经验 生活里面忘记神 没有概念是吧 不是说他们是无神论者 他们是实践的无神论者 实践性的无神论者 他们观念上当然是异教徒有神 对不对 甚至以色列百姓 但是实践上的忘记神 不敬畏神 不听神的话 心里面没有神 所以欲丸人心里说没有神 这样的他们这样的想法 并不等于圣经赞同他的想法 但是把欲丸人的内心世界 或者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却成为对我们说话 成为神对我们说 所以神的话 是既有直接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冒号双眼号 你明早晨要起来 像什么什么 像这个成熟话 那个神直接说的 小玉的话的内容 和上帝的作为 或者是历史性的记录 都成为神的话 所以那个当时他经历当中 耶和华拉法 其实已经经历了 这个圣灵的感动 牧师在那里面 他第一个把 透过这种经验当中 启示出来 他经历到了 这种经验的事情 在圣灵的作工下 他发现了 从他的经验是发现了 但这种发现的结果是神启示 神向他启示 神是医治的神 神是预备的神 我们的经验当中 觉悟也是在圣灵作工 也是在神启示下 才觉悟的 我们之间不学了 在神的启示之外 我们不可能拥有 对神任何真确的知识 都是在神的启示之下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 今天随便就可以 给神取名的 都在神的启示末世之下 我们所领受的是 圣经已经记录的那些名字 不可能在我们随意再讲了 圣经里面 包括约翰 启示录 保罗等等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赐下启示的过程当中 记录的一些事件的神迹 和他们所讲的话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圣经成书之后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圣经里面的 关于神的名字 我们就好好理解 用就好了 不可以再随意 加添新的名字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也不具有那种特权 稍微信尽 请不吝点赞爱